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 欢迎你们收看坦克新战坦克专区中文频道 我是广 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坦克是苏联战二战时期的重型坦克kv系列的 主战坦克 那个主要的坦克kv2 那么这个kv2呢 它呢 可以说得上是苏联二战历史上的一个传奇坦克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曾经呢 有一次呢 这个kv2呢 就呢 在立陶宛呢 就曾经阻止了这个纳粹德国 前进两天 大 两天 就是呢 他在那里阻拗了那个纳粹德国军呢 大约两天 直到呢 那个德军呢 他们呢 撬开了那个 履带审会的kv2的炮塔头 把手轮弹扔进了那个控制室里面 那个苏军呢 才呢 全部死亡 他们才得以前进 那么这个kv2呢 它呢 虽然它的火力呢 是非常的强大 但是它的履带不行啊 它的那个机动性能不行 它炮塔转的有点慢 那么呢 因此呢 它在二战历史上 经常被遗弃 就是因为这个机动性能的原因 那么呢 那么呢 这个kv2呢 由于骑巨大的车体就被德军成为巨人 但是为了他 那个德军为了振奋士气 就是叫他们不要畏惧这个kv2的强大的火力 所以就给这个kv2取了个这个花名 名字就是苏联人的移动了厕所 这个kv2在里面的这个火力 大概最高是220hp 大概打那个车体的那个侧面呢 大概能打200至230多hp 还有防御就是680hp 它的人手大概就需要8个 那么它的这个机动性能就比较差 大概呢 最高时数呢 是25公里每小时 它最远可以看到330米 好 事不宜迟 我们就运用这个苏联人移动的厕所突出战场咯 看看脑的技能如何吧 说到kv2啊 其实我在这里 游戏里面最讨厌坦克就是kv2啊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就觉得它这个样子不好看吧 怪不得叫做赤血 它们很像是说 它的炮塔就像那个在工地里的那种 那个正方形的那种 长方形的那种 工人用的那种临时汽水 12个人 好 这边有两架kv2 一个虎士维特曼 一架kv1 一个谢尔曼 和一个t347 其实我们这里有个kv2 一个克伦威尔士 一个谢尔曼 和两架kv1 是克伦威尔 和一个kv1 我对战的是一个kv2 和一个kv1 还有一个t3476 平均航速我看到了 都差不多是24 25每小时几公里 24 25公里 好 说吧 准备了 竟哥 好像虎士维特曼 就 Fac前椅子 了 脐子 然後他們那個汽車那個坦克的尾固 大概能擋300公斤 一腰抖住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KVR 这个KVR其实也是个不错的坦克 他的火力强 那个炮弹 那个他打一炮 我大概等行到个鞋 8秒钟 这家里应该是有胡适维特曼吧 那不是说要推药 这家里应该是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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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了 进入下场战争喽 不许会有些人会问我 你觉得那个纳粹德国的胡适坦克 或者KVR比谁好 说真的我觉得胡适坦克 其实比KVR又差一些 那么如果拿这个胡适魏特曼 要和他比的话 那就当然是胡适魏特曼好了 第一方有两架KVR 一个胡适魏特曼 一架KVR一个生气的夏曼 升级版和一个夏曼 我们这有四架KVR 一架KVR和一个T-3476 升级版就这样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那个这个叫什么名字 我只知道那个 他的那个很长的英文名字 是一个输军的士兵 其实这架坦克也不错 他那个炮坦他不挺快 那么他的那个打一炮大概也是一百多 就和那个克隆威亚差不多 他那个炮弹整个西线大战和克隆威亚一样 差不多 可以 至秒 那么这两个坦克呢 就不适合是做主力战斗坦克的 这个坦克只适合做一个支援坦克 就像呢 R-1552那个 火力十分强大的 那个打卡车炮的工作 能够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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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克 能够做主力 bullet 让自己的 把 放 清楚 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d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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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次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广 我们下次再见